他講的利用Range,我們的寫法其實就會精簡許多了 其實這邊的話基本上就不需要用到回圈了 為什麼? 頂多是最後這個,輸出的時候用4H方式 把它縮輸出 所以第一個 我們做哪些動作呢? 第一個就是 取1到42,所以我用Range這個函數 告訴他是1到42 豆點1就是間隔 間隔為1,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產生一個 前面這個樂透彩的一個 正列 那他的正列就是 總共就1到42 所以總長度就42 他的編號一定是0到 41 對不對?因為0開始 一直到41 所以編號0到41 他一定是順序的,一個是 0的話是放1 編號1的話是放2,彼此類推 那應該沒問題了 這個就是產生一個正列 第二個是打散 那什麼叫打散? 打散就是 我1到4的時候一定是玄序的 但是 我如果要 取前面6個之前 我不能說直接取,1到6有一點都1到6 所以怎麼辦呢 用這個函數 他可以幫我打散 位置就可以全部亂排 比如說他自己亂換 有點像大風吹 反正你大風吹 吹完之後一定就不是 原來的這個順序 那打散之後的話呢 順序就不對了 最後再取出什麼 前6個 那打散之後我怎麼取前6個呢 當然你不見得一定要用這種方式 因為這個 但是這個比較簡潔 如果你要前 取前6個你可以 可以跑一個回圈 有沒有 跑一個回圈 然後取前面 6個 再做輸出 可不可以啊 可是 這樣的方式是比較簡潔的 但是如果 因為他直接怎麼樣 就是從0到6 就是他的那個 參數一定是第1個 你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陣列 然後逗點 0就是第幾 從第幾個 第0個編號 逗點取幾個 取6個 這個6不是指說 0123456 6的話是取6個 OK 所以特別注意 從第幾個 取6個 當然 你這個編號 其實也不一定是 0啦 因為是從0開始取 你也可以從中間取 你可以從後面取 反正就是取6個號 有點像亂抽 先打散了 就跟那個 彩球在那個 櫃子裡面亂飄 飄完之後 我不見得一定要從頭取 我也可以從旁邊取 我可以任何一個地方撈 反正確保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公平性 OK 然後 就把這個前6個丟給這個 所以 Reroute裡面的話 就是 也是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的話 裡面放6個數字 然後 然後最後的話 Sort 排序一下 排序什麼呢 把這個東西拿來做排序 所以特別就是函數 你把它刮抹起來 它沒有Return值 反正就是排完序 這個Sort 就直接幫你做排序了 不像說這邊是有回傳值 回傳一個東西 然後 Echo 就是本期的 樂透開講號碼 為 在 Foreach 這個敘述我想前面做過吧 先把這個陣列放前面 後面放一個S 丟一個一個 慢慢放在 後面這個變數 比如說放一個變數 就叫VL 然後再把Echo 串接一個空白 所以本期開講號碼 為 第一個號碼 空白 第二個號碼 空白 不過這裡 沒有寫那個 補0的啦 如果你要在補0的話 自己再把它加上就OK了 所以把這個地方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本期的開講號碼 它就會是 這幾個號碼 而且 一定不會重複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以後 當然你要輸出 你也可以不一定用正列的敘述啦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用Java之前 有沒有 我有加用Java寫那一段 當然如果你用Java那種方式寫的話 也OK 可是你會發現 一定會非常冗長啦 那如果用函數的好處就是說 程式會變得非常的精簡 以後一行搞定了 所以函數是什麼 函數是背後幫你做很多事啦 你丟什麼他給你結果 或者是說你 叫他做什麼 像這個有回傳值的 就是回傳前面六個給你 這個是沒有回傳值 是幫你做完排序了 結果回來就是 幫你做完排序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那 這個地方當然如果說呢 你要讓他再修正的話 也許如果有各位數字產生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個中間做一個判斷 如果是 長度唯一 那就幫他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就是零的 這個數字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程式 但如果你可以的話 自己打 如果不行我等一下要把這個程式 貼到雲端上 好